大家好,今天是2月18號星期五,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大溫哥華的反防疫車隊明天,19號, 原本計劃去Burnaby的GoboTV電視台總部抗議, 但形勢突變,車隊將會改前往Suri的176階太平洋公路關卡前聚集, 這次不知會否又發生倒車? 要到星期六才有分曉。 但組織者已發出總動員的號召, 車隊原本在Lanny戲院城集合出發, 但現在出發地點分散了, 除了Lanny外,還會在早上10點在溫哥華的P&E停車場集合出發。 反防疫人士在12號成功突破警察的封鎖線, 以車隊、人場堵塞了Suri市的太平洋公路關卡, 導致大量跨境交通需要改道。 其後,騎警也疏散了倒路者, 一共有16人被捕。 另一方面,網上有視頻顯示, 騎警在星期一晚, 驅散、堵塞關卡的抗議者的時候, 有一名警員和一名抗議人士互相擁抱。 亦有一名抗議人士爆料說, 被警員擁抱的人正是抗議的組織者, 他本人沒有被捕, 但其他人被拘捕甚至被毆打。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折扣最高可達半格。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Postor Gas拿天然氣管輸送道, 靠近Houston的一個市工地盤, 爆發暴力衝突。 有公司員工遭到大概20人的暴力圍攻, 事件發生於17日午夜過後不久, 騎警接報前往現場時, 發現道路遭人放置樹木、釘板等障礙物, 騎警擾過障礙物, 又被人投擲煙霧彈及熟火的樹枝, 導致一名幾年受傷。 趕到現場時, 發現建築物及不少重型機器遭到嚴重損位, 損失數以百萬元計, 而公司僱員則無人受傷。 司集者身穿迷彩服飾, 掩飾身份, 初步未知司集者的動機。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總,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 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被市今日新增692宗確診, 累計升至34萬3631宗, 另有5人逆磅, 累計高達2786人。 目前住院的有733人, 其中113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溫哥華明天19日, 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多雲有雨, 日間溫度最高有7度, 晚上有三成機會下雨, 最低只有3度。 阿卡華警方由昨晚6時開始, 對盤據在國會山莊外示威的自由車隊採取清場行動。 行動持續到今天, 到了下午5時, 一共有70人被捕。 警方說, 有示威者集警, 並意圖搶奪警方武器。 現場警察已配備催淚彈應變, 並出動騎馬部隊, 隨時驅殺人群。 警方採取了擒擦先擒王的做法, 昨晚先拘捕了兩個示威行動的主佬巴柏和李奇, 今早再拘捕第三名主佬Pat King, 他是一個極端白人主義者, 在免書上向示威者調兵顯彰。 而示威者一度將現場的小朋友作為人肉黨戰牌, 放在最前線做武器, 阻止警察衝向他們。 清場行動目前仍在進行, 而一些示威者已將貨車駛離現場。 代表貨車司機的律師威異信確認, 自由車隊的巴柏和李奇相繼被捕。 威異信透過聲明說, 李奇告訴我, 他一點都不怕。 他說, 他會繼續為所有加拿大人重獲權利和自由而抗爭。 李奇現在已被控告一項教唆行為不檢罪, 目前仍然被扣押。 巴柏的情況暫時未清楚。 李奇較早時已經透露過, 他說他知道自己可能被捕, 而他個人銀行帳戶已被凍結。 今早大約九點, 阿泰華警方在特警在場戒備下, 在示威者留守的十一個地點展開清場行動, 拘捕了十幾個人。 十點之前, 阿泰華警方向傳媒發出通告, 叫傳媒不要再進入貨車停泊的示威區, 否則一樣會抓。 警方接著採取行動, 大批警員離開警車, 徒步入場, 拘捕停泊貨車的司機, 救護車亦亦停在核心示威場外應急。 警方亦透過Twitter發最後通貼, 向留守現場的示威者說明, 如果再不開車離開現場, 他們會被拘捕。 有示威者說他們會和平離開, 不過也有示威者說他們會死守在現場。 被警方列為紅色示威區的範圍大約有四平方公里, 亦是示威者停住貨車在堵塞的市中心核心區。 阿泰華警方在11點之前, 拖走了停泊在現場堵路的汽車, 並沒有遇上助力。 但示威者亂打999緊急電話報警, 意圖擾亂警方的部署,分散警力。 聯邦政府已經凍結了被捕的示威者的個人財產, 除了汽車會拖走扣押之外, 被捕者的個人帳戶也會被凍結, 信用卡也被停用, 撤斷了示威者動用個人財產和現金的供應鏈。 周圍大約11點半, 警察開始衝入示威者的防線, 和示威者發生推撞。 由於有些示威者頑抗, 幸好在場的警方人數更多, 他們強行拉開示威者, 然後將他們逐個拘捕。 但是,清場行動在政府遇上重重阻力, 因為有些示威者將小孩作為人肉擋箭牌, 推在最前線, 意圖阻止警方清場行動。 由於警方不想小孩受傷, 所以他們暫時停止了繼續推進。 保護兒童會就派完到場, 以備示威者一旦被捕, 他們的小孩就可以由保護兒童會帶走, 暫時代為看管。 警方的騎馬部隊也已在異場戒備, 不派出用騎警驅散人群。 靜後, 警方開始採取新的戰術, 用前後夾攻的三文字方式, 令示威者覆背受敵。 警方同時透過抗音器向示威者廣播, 告訴他們, 如果不想被捕, 馬上從北面的方向離開。 特警在下午1時後採取行動, 在七個手持衝鋒槍, 配備防護面罩的特警戒備下, 他們用斧頭劈開一架塞住條路的露營車的車門。 兩個特警進入露營車裡, 要求裡面的示威者離開露營車, 並且拘捕車裡的一個示威者。 這部露營車裡是擺滿意義危險物品, 包括大批裝滿氣油的油罐和丙軟器官。 露營車是用來掩護後停泊的大批堵路貨車, 阻止威寧頓路。 警方同時開始上作貨車抓人, 拘捕車廂裡的示威者, 方便他們拖走貨櫃車。 被捕的人, 包括示威策劃者的第三名主腦Pack King。 示威者面對警方前後夾擊, 被數目龐敦的警員包圍住的時候, 部分示威者企圖組成人肉鏈, 將塞住路的貨櫃車圍起來, 但被在場警方推開。 有部分貨車司機自然而退, 自己就開車走了。 警方強調, 任何示威者離開紅色區, 就不能再進入紅色區裡。 直至下午三點鐘, 埃泰華警方表示, 他們已拘捕了21個示威者, 拖走了21部汽車。 示威現場防暴警察已戒備, 準備好驅散死守現場的示威者。 在現場的防暴警察, 除了個個戴上面罩之外, 也帶備了催淚彈。 而死守現場的示威者, 就手拉住手, 捉起了人肉鏈, 準備與警方繼續對抗。 由於埃泰華警方, 今天對市中心示威的自由車隊, 採取清場行動。 所以, 國會議院議長宣布取消了今天舉行的辯論。 沿安省省長福德, 被問到示威者仍然佔他屋泰華市中心時, 他說, 示威者是時候回家了。 他一直強調, 我沒有指揮警隊行動。 埃泰華警方是有自主權的。 對於自由黨動用緊急法國會投票, 在經過周末辯論之後, 會在星期一進行表決。 但是, 估計到時示威車隊已經被驅離。 即使未能通過, 但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聯邦首席醫療官譚詠醫生今天說, 隨著各省各地區, 逐步經濟開放。 儘管Omicron病毒帶來的高峰期已經過去, 但預計開放經濟政策, 將會帶來感染個案增加。 他說, 開放措施會帶來不同局面。 如果傳染率只是適度, 不會對醫療系統帶來沉重壓力。 如果經濟開放政策大開, 將會帶來極大的效果, 對醫療系統會構成較大壓力。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免疫力處於較理想位置。 加上突破案例, 令至部分家人的抵抗力更加強。 因此, 壓爆醫療系統的機會相對較小。 他又指出, 在現階段仍會密切監察接種率高國家在開放經濟後有什麼影響。 亦會加緊注視BA2病毒, 同時加緊注視病毒傳給動物後帶來的後果。 副首席醫療官魯爾今日說, 衛生部已經批准使用Lovivax疫苗, 給家人除了mRNA疫苗之外, 有多一個選擇。 他說, 對於未接種手劑和刺劑疫苗人士來說, 這個是有更多選擇。 他們現在可以把機會。 譚詠詩就說, 若對mRNA疫苗有疑慮, 未接種者可以和家庭醫生聯絡, 讓他們解釋Lovivax疫苗, 釋除他們對疫苗的疑慮。 他又指出, 對於50歲以上人士來說, 接種加強針仍然重要。 他表示, 中期來說, 現在著眼點在今年秋季, 長期來說, 就是要審視一套長遠的疫苗接種政策。 香港今日新增3629宗陽性個案, 另外有於7600宗初步陽性。 醫管局今日下午公布, 再多10名染疫患者去世。 其中兩人分別是62歲男病人 和96歲女病人都有長期病患。 另外有於10人情況危態, 75人嚴重。 特首林鄭月娥今晚見記者的時候說, 專家預料疫情還未見頂。 他說在中央的支持下, 港府會加大力度採取各方面的措施, 包括制定全民強健方案。 全民強健方案考慮僅用身份證, 不過細節待定, 會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慧負責。 香港亦會加強隔離施施, 應對全民強健所發現的個案。 他估計要兩至三個月, 才可以令疫情穩定下來。 他又補充說, 暫時不已封城, 但會參考澳門的做法, 要求市民多次檢測。 林鄭月娥亦都表示, 行會批准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將特首選舉押後至5月8日舉行。 提名期亦都相應押後至4月3日至16日。 有人說不用會展做隔離中心, 是因為擔心好快會用來舉行特首選舉。 不過現在選舉押後, 政府又會不會改變主意呢? 政府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英偉, 將無症狀或輕症病人送到匯健隔離, 可以讓現在, 在急症失輪後緊的病人上訪, 不用睡街那麼慘。 天文台今天下午4時多, 發出寒冷天理警告。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涵和林鄭如我先後表示, 今天的目標是將所有在公立醫院急症室外等病人移回室內。 在威爾斯侵亡醫院, 現場陸續有原本在障縫區的病人移回急症室, 有將縫被雕空。 據了解, 網絡紅人蘇淼淼蘇美恩和藝人陳冠希舊愛謝希婷。 涉嫌推廣說便利收受賭注, 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被捕。 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正跟進調查。 據了解, 26歲的蘇美恩星期一被捕。 涉嫌在社家網站推廣一個叫王朝娛樂的賭博網站, 並在網上賭場下注白家樂和21點, 涉款33萬。 另外26歲的謝希婷在昨天被捕。 涉嫌在社交網站推廣一個叫HMG的賭博網站。 我們如果順利的話都要三月底了。 預計三月底了。 三月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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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真的沒辦法 演員因為演戲沒可能戴著口罩 所以我們一剪輯的時候 例如在一些工作地方或室內 我們自己都會跟足一點 戴著口罩自己都… 會做多些自我檢測的事嗎 我會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小朋友 所以我每天下班回去都會做一個檢測 自己心安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下星期一是公眾假期 五三明新聞會休息一日 我們下星期二再會